110年外安社区岁末会员联谊晚会 在外安社区活动中心热闹登场 共有150多位会员及义工热情参与 西宇乡长许岳礼 马沟市长叶竹林 议员李天静 民政处长许志富 代表会主席吕清正 及外安社区理事长许志明等人都到场共襄盛举 晚会现场并安排摸彩活动 现场气氛嗨翻天 年初外安村进行社区理事长及理监事改选 由新任理事长许志明 总干事吕文宏及常务监事李嘉宣出现 为社区注入新活力 外安村社区发展协会 为感谢全体会员义工投入为乡亲服务行列 克敬辛勤努力不懈 协助社区业务推广及文化量能提升 直此岁末年终之际 透过当晚联谊餐序 期望能增进团队情谊 迎接崭新的一年 期望能增进团队情谊 真正不简单 我们高于是今 会扮这个美业和各位的我们的会员 都大家来吃这个美业 虽然是一个很冷的 但是价格价 我感觉很温暖的 你来到北京很冷的 我们的联谷是真的不简单的 跟他真好就是 这一天妈妈跟资格妈妈 我们这会员又说是那个 这一天妈妈跟我们资格妈妈 我们资议都是在付出的 资议之后 吃买的如果是够了 就是代表心理够了 还有两天就是当罪 当罪就是一个小家人 如果说不孤狠就是团团 因为是我们的外国 我们的新年金顺利 今天古本今天 我们的成为就没有 我们看出我们 外国的未来的进步 一定有很多进步 因为我们的新年 我们的同学一直 我们的外国 现在如今的消失败 就很大费 生日健康 感情愉快 外兰春衣山傍海拥有底蕴丰富的渔春文化气息 今年加入青青社区行列展现独特的异国希腊风情 感谢义工们自动自发齐心合作 将一块荒废公有土地 清整后开始种植草花类植物 打造绝眉彩色花田及休憩空间 进而带动社区相亲认同 共同加入社区营造行列 社区志工们齐心为社区写故事 凝聚对家园的认同 社照推动才能因此尽善尽美 记者 王海龙报道